要介紹網路使用呢 因為現在幾乎大家都網路上升了嘛 不是嗎 請問你如果你有一台電腦或者你有一個 行動 智慧型手機 或者是這個平板電腦 請問沒有上網你會怎樣 手機不上網是沒關係啊 平板不上網也沒關係啊 你的桌上的電腦不上網請問你要幹嘛 有沒有發現你現在網路斷了你就會開始有激動 啊那還沒好還沒好 哈哈哈哈 因為你很多東西都在網路上啊 對不對 好 那所以說 怎麼樣讓你的網 使用經驗比較好一點很重要嗎 不過說真的 電腦還是不要用太多啦 我還是要一直強調一下 你電腦用太多 就真的不好 不然你會發現你的洋裡挺特別多 像我也是用很多的 但是我會盡量克制一下 所以我們後面會有一個介紹提醒你要休息一下 很多人一用電腦就跟看電影一樣 早上進去 下午出來聽 一個哪嘛 對不對有些同學能進實驗室啊 一進去 怎麼已經天黑了 今天又過了 好 那我們先看一下 如果你電腦有問題的時候 這個我們禮拜三 老師已經跟我連線過了 請問一下這個要使用者經驗分享 老師趕快安好 隨Call隨盜 這個就是說 你如果你信任的 就是認識的 那我們透過這個方式 萬一你電腦有問題的時候我們可能不見得因為 因為如果你是跟廠商你要跟他約時間 對吧 要喝下咖啡 去救一下 慢慢告訴他你的問題在哪裡 請聽到我會 那我會時間說我跟你約時間 固定在那 對不對 有些時候可能就是你剛好手邊就在做這件事情 有問題了 馬上就處理 那或者是男女朋友或同學之間 他電腦有什麼問題 可是他的宿舍跟你不同地方 你晚上還要跑過去是不是就累了 好那所以 而且深夜出門 問題多多嘛 好所以我們在家就好了 但是不要變宅男 也不要變宅女 你這裡呢有兩個 各位可以考慮的就是 有一個叫TeamViewer 一個叫ShowMyPC 實際上兩個使用機面都不錯 都不錯 那以我們電信來講是TeamViewer 我是覺得比較好 那ShowMyPC也不錯 那麼他們兩個呢都可以 變成所謂的免安裝的模式 好就是說 原則上你只有軟體打開的時候才有 那你的軟體關掉之後這個通道就把你切斷了 好就把你切斷了 各位呢 如果 假設你要用這個TeamViewer好了 那我這邊我有用 您在我們這個 軟體裡面有一個 應該是網路 我是放在哪裡 遠端救援會議這邊 有沒有 這裡有一個 那您進去之後就 直接執行就好 那 執行的時候呢 您可以選擇用安裝或執行 好那如果你是選擇執行就是 一次性的 那麼 建議各位你可以 就是 到他的網站 他的網站在這邊 你進去他是中文的 他會顯示中文給你看 你可以到這邊 我是蠻建議會 啊 不是 不是.com 是ORG 都打一個W 好 TeamViewer.com 好 啊啊啊啊 我打錯了 所以 所以你知道什麼叫釣魚網站的嗎 釣魚網站就是我們這樣自己打 有時候不小心打錯啊 你不發現沒有發現他 就跳到別的地方去嗎 雅虎找一個O 或多一個O 有沒有 差一點就不是雅虎啊 好你進到這邊 我是蠻建議各位你可以 從這邊登錄之後註冊 註冊一個帳號 因為你註冊好了之後呢 你可以把你常用的朋友 就加進來 你了解我意思嗎 也就是說你今天 平常我們要聯絡 要連到別人 那邊就是 您執行之後 你的電腦會產生一個ID跟密碼 這個密碼預設的話是四位數 那我改過 我覺得要安全一點 我把他訂六位數 預設各位 一般執行都是四位數 那這個ID呢 每一台電腦都是固定的 也就是你那台電腦執行之後 原則上就是固定的 那密碼部分 隨機 會產生 那麼如果你是用安裝版本 你可以把 假設這個電腦你常常要連線 比如說那是你的女朋友 對不對或者老師 辦公室裡面可能會有好幾台電腦 那我固定的啊 我就都需要用那你就可以來這邊 假設你是用安裝跟我一樣 選向這邊 您可以直接 用他一個預設密碼 不是在這裡 安全性這裡 有沒有一個預設密碼 那這樣的話 他就不受到外面這個密碼影響 你就用你固定的就可以連進來 就是常態性的 如果你常態性要 就是要跟他連線的話 那第二個呢 你有 安裝之後你可以像這樣 那所以 你可以把某的人 比如說我連線過了 像老師的 我好像沒有加入 因為我不常連去那裡 如果我常連線的 比如說這個我支持的 他有電腦問題 我就連過去就好了 就可以像那個電腦 你就不用再去寄這個ID 就插在這邊 那 另外一個好處是 如果你有申請帳號 就算你沒有軟體 因為有些地方 有些地方你不適合在那邊 執行軟體 你只要能夠上網 在這邊 你就可以直接登陸 你翻印之後就可以 用 游覽器的方式去控制對方的電腦 這樣您大概了解的意思 當然這個水能再度亦能復收 所以你多開一個門 你電腦的風險 就會多一個 對不對 所以你要適度的看你覺得這樣OK 這OK 那如果你不是常態性的我們就建議不要自動執行 等到有需要 需要的時候再打開球秀就好 這樣會比較安全 如果您覺得你的資料比較重要的話 好 那所以大致上是像這樣子 那麼 您如果要連到人家那邊 你可以像這樣 那麼 還有一個就是說我要連線過去的時候 你可以選擇 這裡有另外一個是會議 如果你是要多人開會的 你可以用會議的方式 你可以用會議的方式 這是它新版本有這樣的功能 好所以大致上 原則上這種 就是 比較方便一些 對方的密碼 比如說 假設我要連到 沒有開的話 跳一個 訊息 告訴你說 問你說那個密碼多少 像我的是一定有技術的 所以 像我這邊我連到我的社會 已經有技術就直接進去了 就會直接進去 所以如果你有 假設要加到你的電腦裡面 你可以從這邊加 有沒有加入那個電腦 我就可以把對方的加進來 假設我常去的話 那 這樣我就進來了 那麼如果你要傳出檔案 可以透過這裡 因為有些時候我們需要檔案的互換 所以你就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我們來交換檔案 那老師禮拜三有問過一個問題 那這樣 不是很危險嗎 有的人偷偷就把我這邊的東西搬走了 所以當你要交換檔案的時候 事實上 對方會出現這個 會出現這個重要方案說 對方在傳檔案 那你就可以看到傳檔案的那個過程 如果你要把他保留下來 或者你趕快看到他 一定要傳我重要的東西 天子 他就傳不走了 當然檔案太小 一下就傳走了 還是喊不起 所以 就看你了 所以我們還是說 你要 比較適合就是 你一定是比較熟識的 必要的 我們才做這種 連線的動作會比較好 那 原則上主要就是像這樣子 所以 他是互動的 他不是說 後門式的 所以 都是 我的操作對方看得到 對方操作我也看得到 但是有一個要注意就是 我們如果連進去的時候 因為滑鼠只有一隻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想要看到對方滑鼠的操作的話 要記得有一個選項要把他勾起來 假設你是要做互動式的 要這裡 有沒有一個叫顯示遠端游標 你這個要勾起來 不然的話你看不到他的游標 你只看到自己 他 就會說 你奇怪我操作那麼久 那怎麼不快 假設你是要跟他做互動式的那種 那你這個一定要記得勾起來 因為平常不顯示是 為什麼 因為這樣你在看比較OK 可是如果你看我現在顯示 有沒有發現裡面有一個游標 就跟著跑 就像這樣就像這樣 這樣了解 這跟視網膜 有沒有 視網膜 裡面 水晶體有那個 有東西有沒有 叫非文證 最難的 好 OK OK